LioLio世紀 天天的不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一場特別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尼莉的邀請賽 但是比賽的選手是中國成員 四位都是頂尖的中國選手 這場比賽對到的是尼莉 道特 塔超 和 Viper 這四位都是分別不同國籍的 尼莉是德國人 道特...有點忘記道特是什麼國籍 塔套應該是斯伊班牙 Viper是挪威人 這邊算是四個國際成員對上四位中國玩家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 競技場我覺得蠻多人應該會想要來參考一下 頂尖選手們的競技場都是怎麼打的 先來介紹一下庫曼這個文明 那庫曼在競技場來說算是一個蠻常見的文明 因為他在封建時代就可以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讓封建時代雙TC開農 術生帝王遊俠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 那遊俠呢移動速度又快 到了帝王時代出關 遊俠的支援到前線戰場 也是十分的迅速 所以是不少人會喜歡使用庫曼這個文明 接下來介紹一下道特使用的文明 道特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火器單位 血量特別多 火炮還有最遠射程的火炮的一個特性 城堡時代也可以打這個土耳其火槍兵 進行早期壓制 都是很適合土耳其的一個策略 接下來看一下道特 旁邊的這位選手是塔桃 塔桃的話是條盾人 那條盾人的話在團隊裡也是非常強大的文明 因為他農田非常便宜 打遊俠的話近戰防護率又強 跟對方遊俠互打死 風往也可以打出優勢來 所以條盾人這個文明 在團隊來說是很優勢的 而且他可以讓全部的隊友 擁有抗招響的能力 條多人的話我覺得跟庫曼的性質其實有點相似的 都是可以快速農出大量經濟去壓制敵人的文明 接下來介紹一下Ryper這邊選擇的文明 Ryper選擇的文明是葡萄人 葡萄人的話大家應該熟知這個港灣大商戰 無限支援戰術 但是在團戰的方面來說的話 其實港灣大商戰這個東西 支援採集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可能要到了地後真的沒支援可以採的時候 才會去蓋這個港灣大商戰 那葡萄人呢他的優勢是所有的黃金當然就是八字 不管是要打生女小公或者是 打這個騎士都很快 那比較多的是在競技場會直接錢壓寶 然後轉出風情砲 然後趕快速升帝王巨頭開閘的一個拆牆策略 那通常是不會開TC的 所以我覺得葡萄人打起來的玩法 算是比較偏困難一點 沒有那麼的簡單 好那這邊藍色 藍色這邊是痛大絲 藍色痛大絲也是葡萄牙 哇這一場有趣了 Miper也是葡萄牙 兩邊都是葡萄牙 這樣會有個對比出現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紫色 是選擇了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在團隊的表現 一樣還是會出這個莫娜斯帕 但是他這個散返塔呢 也是誘稱叫做斯萬塔 防禦能力特別強 而且可以讓團隊的修理 造價更便宜 那以團戰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算是普普通通不會太強 但也不會太弱 那不會太弱的原因 只是單純是因為他的莫娜斯帕 比較強 那團戰競技場這樣的地圖 往往也會打到後期 所以在內加的表現 我覺得應該還算可以接受 不會到非常差 不會像什麼波蘭內加 只能用重裝騎士 打地出一波之類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 OK這個青色也是選條盾 那我們就直接跳過 那青色呢 唉唷 YO是選擇了土耳其 那土耳其我們剛剛也介紹過了 那我覺得土耳其可以再補充一下 土耳其的打法策略 其實還可以轉馬功 但是馬功呢是這個遊戲裡面 血量最多的馬功 所以我覺得土耳其人 打馬功策略也算是可以有的 好那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 生死蛋的流程 那我覺得要關注的是 兩邊的外加 土耳其跟葡萄人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Viper的葡萄牙會怎麼打 土耳其 土耳其是下方的 DOT OK這邊肉馬大家一起集結 稍微小打小難無下 弄掉一隻肉馬 好 Viper這邊點了封建時代 打的是一個26P人口的喔 26P村民喔 村民樹 26P村民升上去加2挖石頭蓋寶的一個流程 那這個流程呢 算是比較穩定的 以上城堡時代喔 就可以蓋城堡的一個打法 那重點是城堡要蓋哪裡喔 就是個問題喔 好兩邊都迅速升城 但Viper這邊稍微慢了一點 那之前 之前痛大師這裡喔 他也是打一個比較 欸他這邊居然按織布欸 那他可能是要錢壓寶 這邊按織布就是 我的 待會 城堡時代快升級好之前喔 我村民就要往外拉了喔 不然這個織布技術不會那麼早下 好那Viper這邊是有偷織織布的喔 這個就是兩邊的葡萄牙的細節喔 不同的地方 好那待會可以看到青色這邊 不是青色這個是藍色 痛大師的石頭箱是470喔 Viper箱是490 兩邊的石頭量都非常的相近的 好那目前兩邊的肉麻 打一打多文精快要都殘血了 OK然後這邊轉出了幾隻槍兵 開始去防守對方的肉麻 按了幾隻村民出來 果然是要來壓制Viper 那Viper這邊呢 是應該是被偵察到 應該有意思到喔 這邊過來看一下 你果然來蓋了 那這邊就要來看他蓋哪裡喔 Viper再進行一個反制了 所以Viper這個城堡不能先太早蓋喔 也當對方下城堡 才可以自己下決定地方要蓋哪裡 OK那通大師這邊取消喔 Viper也沒有繼續蓋 這邊往後蓋再繼續拉走喔 OK又看到對方把城堡蓋了起來 這時候再回來繼續蓋 這個就是前期的一個細節 這裡有點打心理戰 你決定蓋這裡 那我也蓋這裡 下方也是兩邊打一個插寶策略 我突然發現下面兩邊也是土耳其 這個超級跡象對決 葡萄牙打葡萄牙 土耳其打土耳其 中國這裡是偏強勢一點點的 都是想要插別人 都不是想要被插那個 什麼都哪有怪怪的 結果Viper優先把城堡插起來 導致通大師這邊城堡蓋不起來 因為他只拉了六村去蓋城堡 然後Viper這邊蓋城堡的射城 就可以射到他蓋城堡這邊的村民 所以這根堡十之八九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趕快把這個村民拿去蓋石牆跟城堡 只要石牆跟城堡把這裡全部蓋起來 那通大師就不能拉村民趁亂把他蓋起來 這樣通大師基本上是損失了一根堡 上方的壓制應該是宣告失敗了 那生物的方面可能也沒有辦法撿了 這個應該也不是外家去撿 通常也是去那家在撿生物的 好 討論這邊在撿生物了 剛剛這個有點多講的 那為什麼會講到生物這方面 是因為通常會到對方打風情砲這個單位時 那防守方呢 如果是以葡萄牙內戰情況下 打生女的話會比較適合 那按投石車也可以喔 但我會更覺得 我更覺得葡萄牙更適合生女的這個方法 因為生女他也可以八著 一隻生女只要八十塊黃金 而且防守的壓力也會小一點點 投石車的話會害怕騎士 但生女並不怕 所以我覺得還是生女優於投石車 但投石車是不需要研發救贖思想的 防守成本前期是更便宜一些的 OK 那這邊看到土耳其下方 這位YO選手 是我們中國第一高手 YO這邊開始來射城牆了 這個死牆呢 血量掉很快 那這邊為什麼射了洞不進去 是因為有這個射城 城堡射城在這裡 所以射破也不能進去 所以YO踩在上方 開了一個新的洞 好 好 那我 碰大師 投石車稍微反擊了 風騎砲回去 那妮琳 這邊是轉出了兩隻騎士了 唉唷 投石車砸了一發 全部殘血 但後面投石車 有兩隻村民在修理 血量根本不會往下掉 MAP這邊要趕快閃了喔 炸頭沒有炸到 要兩隻才可以 看要不要炸上面一點 哇 這個風騎砲直接被投爛 完了 蹦一下 哇 來不及衝進去 麟麟慢了一點 尷尬 怎麼辦 麟麟這邊沒有跟MAP搭配得很好 好 歡迎大家看一下下面 下面是在玩FPS 槍戰對決 可能是帕魯世界 最近很紅的帕魯 可以互相射射 兩邊都在互射 好 這裡一隻肉馬 衝進去看一下裡面狀況有沒有開農啊 好 裡面沒開農 那YO可以盡情的跟DOT對射 那YO這邊呢做的很好事喔 他有3TC開農喔 但是DOT卻沒有 好 回到上方的戰線來看 這根 這個炸奧桶炸了一下城門 但是 並沒有殺進去 麟麟這邊已經轉出一些騎士 轉玩打內加 那內加這邊是喬治亞人喔 3TC開農 而且轉出了強化教堂 經濟現在開始變得好了一些 強化教堂的喬治亞人喔 這邊經濟開始會爆發式的增長 好 後面巨型頭C 開始工程 YO這邊是打一個3TC 沒有蘇帝王 那DOT是單TC蘇帝王的一個流程 所以經濟上來說是YO會領先 但他並沒有 並沒有這個城堡上的優勢 沒有這個帝王的巨頭優勢喔 講錯了 好 當然沒有關係 3TC這邊開農上去喔 待會自己家裡再補育跟城堡 也是可以轉出火炮來喔 去反擊對方的巨頭 稍微夾一下還是能打回去 甚至會比DOT的經濟還要更好 以後期來說 YO是具更有優勢在的 所以DOT這邊在跟時間賽跑 一定要在時間內喔 把YO給打殘喔 不然他自己就會先殘掉了 那有人會說 那DOT這邊升帝王之後開TC呢 其實也可以的喔 但是開下去肯定經濟會輸人易捷喔 所以有些人會比較相對選擇來說 會一直瘋狂打強軍士 一直往前推 勇屋直徑的那種 一直推一直爽 不會有後撤的可能性 好圖的區域火傷兵 這邊打騎士打的血量非常快喔 好圖火這邊 稍微用騎士夾一下 槍兵打個一炮 想要回頭預判聰明拉走 再打一炮還有一滴血 哇這都收掉了DOT的火炮 我的天 這一發打得非常精準 好那上方的MIPER 補了一根城堡但是蓋不起來 小炸這邊轉出了森鯉跟頭石車 那那個森鯉應該不是要來招翔 風琴砲的 我的天 這根堡應該是不能了吧 喔 取消掉了 不爽這根堡有點太硬要了 好那通大師在右邊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那準備也要點帝王時代了嗎 看起來有 有 資源量還差一些些 好 那個VIPER在下方也補了一根堡 看可不可以給 對方的內夾一些些壓力喔 不能讓他們過得太爽 OK 看起來這邊是 很難做到事情的喔 曹茲雅德莫拉斯他已經出來 這邊拉了一隻村民去修頭石車 頭石車馬上被解掉 下方這根堡應該要變成道德堡 好 但道德這邊帝王時代很快速的關係 最近偷司機火炮都有了 那歪歐呢是選擇了上大石牆 連躲牆都升級上技了 血量有3000滴血 但最終還是被打破了 那玲玲這邊還在升城堡 升帝王時代的關係 所以騎士還沒有辦法轉變成為重裝騎士 那中國隊這邊的003條盾了 已經點下了重裝騎士的升級了 大衛可能要先來救一下YO YO可能快要變成風中殘處了 我的天 這一波殺進去還是圖到了一些村民 YO的村民處下降非常快 只剩下56村子了 那這邊條盾呢 是先去處理自己家裡正面的問題 先去幫喬治亞夾住一下這裡 那塔操這邊是條座的人 直接前線轉出了槍兵 而不是遊俠 先速點遊俠上去 轉針對一下對方的莫納斯塔 跟兩家的馬國的騎兵的問題 當然條座的人應該也是知道 再不去就YO YO就真的要沒了 YO這邊要趕快去補下更多的村民 去修理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只要假的越久 就越有機會活下來 好 條座的人這邊 果然是先拉了幾隻重裝騎士過來 進行血防 第一時間要先去拆巨頭嗎 我覺得拆巨頭比較有 OK 兩台巨型頭石機 應該是可以順利拿下 火砲這邊還有兩台 但是這邊火槍數量很多 DOT已經直接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後面這兩根城堡 這根城堡應該是夾住了 最後一台火砲往後拉 沒有繼續攻城 好 尼令這邊的重裝騎士 還有15秒 勉強鎖住了條盾的重裝騎士 好 那火槍的三位呢 他的傷害是遠程傷害 所以條盾的加兩點的 近戰防務力是吃不到的 好 後方尼令拉了更多的重裝騎士過來 但現在攻城器只剩下一個 一個火砲慢慢攻城 那這裏呢最好的辦法 就是把火砲全部往前推 至一局攻擊這個城堡 然後把這個重裝騎士 直接在城堡周圍開始繞 不要讓對方聰明有機會可以修起來 好 那上方這邊疾病 就一直瘋狂按 然後轉出巨頭火砲 開始無盡攻城 哇 太狠了 大量槍兵 直接戳爆莫娜斯帕 莫娜斯帕這邊已經要轉火槍了 這不轉火槍打不贏了 好 MIPER這邊也被攻城當中 那 MIPER這邊帝王斯帶還有一段時間 已經被巨型頭司機給拆除當中 但YO這邊的靈壓已經快沒了 唉唷 後方喬盾又拉了一些重裝騎士 過來解掉火砲 所以這邊暫時城堡又守住了 WOW好像暫時沒問題了 喬盾開始去理中間的喬盾騎兵 確實趕快去救WOW更重要 這邊要直接衝了 重裝騎士 硬吃 吃掉了這台巨型頭司機 這邊再稍微打一下 霍曼的 遊俠也已經升級上去了 這邊很明顯 可以拉開跟橋盾的遊俠距離 橋盾沒有跑速加持 但庫曼是跑最快的遊俠文明 距離直接被拉開了 上方MIPER這邊的城堡 是已經被拆除掉了 下方也轉出了一些騎兵 這邊 這邊居然是打一個槍兵配風琴炮的策略 挺意外的 這裡直接用炸奧銅炸掉了前線的10強 VIPER在前線補了一根城堡 繼續幫隊伍工程 VIPER在這場的影響力越來越小 後面補下了一些港灣大商戰 進行回農的動作 這時候自己的隊友 庫曼尼利 轉出了大量遊俠 要來支援VIPER VIPER這邊順勢逃出了幾隻村民 想要到下面發展的樣子 好 那條頓這邊轉出來的是 重頭嗎 哇 重頭剛升下去 重型投石車配火炮 這個組合呢 打火槍是非常強的 他可能很害怕騎兵單位 所以待會騎兵可能還在補一些出來會比較好 這些騎兵不知道在幹嘛 想要去幫忙戳遊俠嗎 哇 這邊遊俠蠟非常多的數量 到了VIPER這邊 哇 這邊遊俠直接開始褲打 這波遊俠直接吃掉了條頓這邊的遊俠 庫曼的遊俠現在佔據優勢 OK 青色的遊俠後面又來了一隊 但這邊是敵人的城堡之處 而且也是騎兵的支援之處 再繼續打下去 庫曼的遊俠會被戳光了 那MIPER家裡該怎麼辦呢 被遊俠衝進來 或一片荒蕪啊 這裡趕快大傷站 趕快防住 蓋一大堆的大石牆 聰明可以死 但是趕快大傷站不能被拆啊 結果這一坨遊俠直接跑到右邊 想要來解掉這一坨的工程器 條頓的遊俠來到了這邊 想要往前 這邊遊俠送進去 躲個一波 後方的遊俠互相傷害 又有更多的疾病 來到了工程器的附近 哇這一波砸下去 偷破血流 太慘了 好 VIPER最後是 欸有蓋起來嗎 好像被打破了是不是 OK 被打掉了一些血量 但最後VIPER家裡是直接沒了 但是現在看起來 喬治亞這裡也要沒有了 經濟非常差 喬治亞這邊直接 逼走了對方的火槍陣 火槍全部死光 剩下最後一根城堡 好按了一些莫拉斯泰 有點無忌於是 遊俠在後面砍得很開心 好但後方這裡還有一根小打鬥 挑戰在這邊還有一波遊俠 在傷害當中 呃 這邊疾病直接殺到了 酷漫的遊俠出生點 出兵點在這裡 好這裡有一波遊俠要衝鋒 想要拆除掉這邊大量的 重頭跟火炮 好但第一波上去 直接被大量的疾病給包圍住 巨型投資機 喔不是巨型 重頭只被拆除掉了一兩台 火炮也只有一兩台被拆掉 這一波看起來還是 條頓這邊佔優 好下方的經濟 還在繼續回檔 Bout這邊是補了4TC開農 YO的話是經濟開始回暖 但還是有防守上的疑慮喔 沒有辦法靠自己 還是需要靠一些隊友去幫忙防守 YO這邊是直接來幫喬治亞這裡 喬治亞這邊應該是 有點難跑了 好 VIPER在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上方的地方呢 開始有巨型投資機 再來拆除港灣大艘戰了 好那喬治亞有點算是一換一了 MIPER也死了 喬治亞也死了 那MIPER這邊死法 算是還能接受 畢竟有港灣大艘戰 也不算是完全的死去 大部分還有無限的資源 可以給隊友 讓隊友可以賣石頭 給隊友更多的黃金 去轉出更大量的遊俠 甚至連貿易都不用跑 當然打到更後期的話 就要跑貿易了 那以這個現狀來說 可以給隊友資源 轉一些遊俠出來 繼續扛線 幫隊友繼續往前升 他也是不錯的選項 好那條盾這邊解決掉了喬治亞 開始要轉往攻擊敵方條盾嗎 要變成條盾內戰了 青色也是條盾 綠色也是條盾喔 好那通達斯這邊 鎖桃牙 並沒有轉出港灣大艘戰 而是正常存榮方式上去 那MIPER在這邊補了重裝長槍兵 開始回防 連疾兵都開始慢慢升級上去了 這裡補下更多的軍營 好YO這邊的火箱數量蠻多的喔 大概有18隻左右 20隻 那這邊火箱要特別小心 條盾的重型投石車跟火炮 那兩邊看起來交戰 結果是庫曼已經開始沒黃金了 轉一些肉馬 開始幫忙擋 那肉馬盡量不要跟條盾的遊俠打 因為你怎麼打 基本上血量不會掉太多 兩家是7點反物力 打一下只有4滴血而已喔 好喬治亞這邊直接喊出了GG YO這邊好像也要夾不住了 道特轉出來是白血馬弓 好 VIPER這邊也是靠自己 港灣大傷蛋的無限支援力量 自己轉出了疾兵跟火炮 開始反推葡萄牙 下面這邊也是沒有辦法好好的 去反推回去喔 那條盾這一波兵呢 就很好可以夾住個戰線了 讓條盾這邊不好出門喔 YO這邊也要面對的是白血馬弓 他轉的是火槍兵 更是打不贏這個馬弓的部分 所以YO還是被道特這邊壓制住了 轉兵方面是道特的轉兵 更為優勢一點點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有拿到 拿到了資源的勝利喔 哇 這個六萬八 欸不對喔 是003 兩邊的條盾都拿到了第一名 條盾在團隊裡的經濟喔 就是這麼的誇張 因為畢竟農田太便宜了 省下的木頭 可以轉出更多的單位啊 或是建築喔 或是不用配這麼多的伐木工 都是可以的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最有看點是 兩邊都是葡萄牙跟土耳其的一個外加對戰 兩邊都對於這個競技場都有自己的見解 那我是覺得喬治亞這個文明選的有點微妙了 可能還需要再開發一下新的打法 感覺直接出這個 莫拉斯帕而且沒有火炮的情況 而龍被條盾這種文明喔 有重頭啊火炮的文明給壓制住 所以我覺得塔超這邊是有看準這一點啦 這個喬治亞的弱點 趕快前壓去壓制對手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到這邊請問你 有一個影片